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陈丽。 非常高兴你们来学习 HSK 四级的中文课。 我们的课是这样的。 第一部分有六周。 前三周是我,陈丽。 后三周是陆云老师。 HCK 四级有六百个新的声词和语言点。 第二部分有四周。 我们学习考试的方法。 你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吗? Are you ready to meet the new challenge? 让我们开始吧。 Today we'll discuss the traffic jams, nice and cool weather and so on. 今天我们一起说说堵车, 凉快的天气等等。 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vocabulary。 Please repeat after me. 首都,首都。 活动,活动。 肯定,肯定。 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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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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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车。 堵车。 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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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汽车。 乘坐飞机。 在口语中。 在口语中,in spoken Chinese,我们常常说, 坐公共汽车。 坐公共汽车。 坐飞机。 等 or 等等。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交通 means transportation,工具 means tours。 广播,广播。 按照,按照。 提醒,提醒。 确实,确实。 难受,难受。 凉快,凉快。 行,行。 顺便,顺便。 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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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let'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 肯定 means surely, definitely. 例如, for example, 等活动结束的时候,人肯定很多。 等活动结束时,人多不多?肯定很多。 上下班的时间,路上肯定堵车。 上下班的时间,路上堵车吗?肯定堵车。 提前做什么?Do something in advance. 你和女儿还是提前一点出发吧。 Go earlier,提前一点出发。 如果有变化,请提前告诉我。 如果有变化,应该做什么? 如果有变化,请提前告诉我。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话。 Let's read the first passage。 我们读两遍。 第一遍,慢一点读。 第二遍,是正常语速。 I read twice, first time at a low speed, second time at a normal speed. 首都体育馆。 首都体育馆。 今天晚上有活动。 Capital Stadium,首都体育馆。 等活动。 等活动结束的时候,人肯定很多。 你和女儿还是提前一点出发吧。 我怕会堵车。 现在试试回答这些问题。 Now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等活动结束的时候,人肯定很多吗? 是的,那时候人肯定很多。 为什么他们应该提前一点出发。 为什么他们应该提前一点出发? 他怕会堵车。 我们再来学习一个语言点。 。 Now the grammar points of the second passage. 按照, according to. 按照广播的提醒, 到车门旁边等着下车。 按照广播的提醒,做什么? 按照广播的提醒, 到车门旁边等着下车。 你为什么没按照经理的要求做? 他应该按照谁的要求做? 他应该按照经理的要求做。 好,现在我们来听第二段。 Now the second passage. 在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时, 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广播。 。 下一站就要到了。 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passengers,乘客。 按照广播的提醒。 按照广播的提醒, 到车门旁边等着下车。 既方便了自己, 也方便了他人。 他人。 他人 means others. 他人 means others. Now normal speed. 。 在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时, 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广播。 。 下一站就要到了。 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按照广播的提醒, 到车门旁边等着下车。 既方便了自己, 也方便了他人。 好,看看你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广播提醒乘客什么? 提前做好准备。 在哪儿能听到这样的广播? 在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时。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Now let's listen to a dialogue. 先看问题。 Let'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 今天天气怎么样? 很热。 很凉快。 刮大风了。 要下雨了。 带着问题我们开始听。 Now try to listen with the question. 。 工作半天了,起来活动活动。 好,做久了确实有些难受。 今天天气不错,外面很凉快。 我们去楼下走走。 行,我顺便买本杂志。 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对话里的难句。 Let's read some difficult sentences in the dialogue. 做久了,确实有些难受。 确实, indeed。 这本杂志确实没意思。 去走走的时候,我顺便买本杂志。 顺便问一下。 这个活动几点结束。 by the way,顺便问一下。 让我们再听一遍。 。 工作半天了,起来活动活动。 好,做久了确实有些难受。 今天天气不错,外面很凉快。 我们去楼下走走。 行,我顺便买本杂志。 今天天气怎么样。 现在请你试试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天气怎么样。 很凉快。 今天的课难不难? 别担心,don't worry. Let's review together. 让我们复习一下。 首都,活动,肯定,提前,出发,堵车,乘坐。 等等。 交通工具。 广播。 按照。 提醒。 确实。 难受。 确实难受。 确实难受。 凉快。 确实凉快。 行。 不行。 顺便。 顺便。 by the way,顺便问一下。 杂志。 今天我们学了交通工具。 我经常用公共汽车和地铁。 你呢? 你经常用什么交通工具? Hope to join us and share your answer. 再见。 下次课见。